父母不在 长姐如母长兄如父 做老大的充当一家之主 照顾弟弟妹妹 本来是很正常的大家庭责任感的表现 但是为何往往到最后 做长姐长兄的都会不好过 他们不是受尽委屈 就是付出得不到回报 甚至还会变得家里家外不是人 难道长姐长兄就该这样承受所有不好吗 一位53岁退休女人就这样倾诉道 父母不在 弟媳生娃没人照顾 于是我不顾丈夫反对 接她到家里坐月子 可是两周后我家里却差点人才两空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下面就来听听53岁女人 林女士的一番讲述 大家好 我叫林月华 今年53岁 是一名刚退休两年半的医院合同工 我的老伴比我大四岁 是正儿八经的骨科医生 我娘家是农村的 家里一共三姐弟 底下唯一的弟弟 是我们家来之不易的宝贝 当年母亲生育了我和二妹之后 一直没怀上个好胎 不是流产就是早产没能养活 大概是怀了三胎没育成吧 父母就停止了生儿子的念头 母亲也因为连续流产 身体弱得不行 人也一下子瘦了多 让我姐妹二看得很是心疼 二妹更是为了照顾母亲 初中毕业就留在家里帮忙 而我读书比较好 就上了高中 不过我也没考上什么好大学 最后还是早早出门打工去了 就在我打工的第二年 已经42岁的母亲突然怀孕了 那时候产检技术都还蛮好的 而且我母亲也在这些恢复很好 从一个90多斤瘦子 长胖到130斤 各项指标都很好 所以父母一决定 还是要了这个孩子 不管生出来是男孩还是女孩 就这么一胎了 我和二妹也很是期待 几个月过后 我在上班突然接到二妹的电话 说母亲生了 而且还是个弟弟 当时我高兴地蹦了起来 好像就是我生的事的 第二天就请假回到了家里 跟二妹一起照顾母亲和弟弟 原本这是一件天大喜事的 谁知老天弄人 母亲生下弟弟后 身体一直很虚弱 没有奶水不说 她整个人也花花报寿 看了很多医生都没办法解决 后来母亲就再也没法出去工作 只能待在家里打理生活和带娃 一切都要靠父亲挣钱 我和二妹为了帮助父母养娃 在嫁人之时 也跟婆家要了很多彩礼给父母 之后有了小家庭 我们也还是会偶尔寄钱回去 对于弟弟 我们两姐妹也是十分疼爱的 从小到大的衣服 鞋子都没少买 特别是我 因为发展好 嫁得丈夫也有条件 所以 我对弟弟是不差于父母的 弟弟上初中高中计小 大概七年多的生活费 几乎都是我包了 父母挣的钱就用来维持生活和看病 然而 父母这样的苦命人 却没有享受到弟弟的福气 在弟弟十七岁的时候 母亲就因妇科疾病去世了 随后过了三年 弟弟读记校时 因为叛逆在学校犯了错 父亲就去学校教育了弟弟一顿 后来也不知是不是气昏了头 回家途中 没看好转弯的车 结果被撞去世了 当时有人在背后议论 说我弟弟就是生来克父母的 先是导致母亲一直生病不断 后来就是害死了我父亲 那时候 我们姐妹二人也对弟弟怀恨过 但想到母亲临终时交代 要我们二姐妹 要好好帮父亲养育弟弟 我们又渐渐释怀了 感觉男孩子叛逆是正常的 更何况弟弟后来也改邪归正了 并顺利闭了业 还建了不错的工厂 父母都走了 我和二妹就成了弟弟最亲的人 为了遵循父母的交代 我们对弟弟都是百般照顾 二妹嫁得远 家庭条件没我好 所以就偶尔过年过节 会给点红包给弟弟 而我呢 跟弟弟住得近 家里条件也不差 就对弟弟很是照顾 前几年弟弟结婚时 那八万多彩礼 还是我凑了六万 二妹凑了两万给他的 不过遗憾的是 我们没能力给他买套新房 但为了他们在城里有个像样的家 我还是给弟弟租了一间套间 每个月虽然不多钱 也就四百多 但都是我这边交钱了的 因为住得近 平时过节都会邀请弟弟弟媳来家吃饭 对待弟弟 我真的像母亲一样 而且我和弟弟相差近二十岁 在我眼里 弟弟一直就是自己的孩子 这一点 我的丈夫虽然是支持我的 但时常还是会有点异见 每次看我对娘家弟弟这么操心 偶尔会疏忽了家里的事 他就会生气 说我帮得过头了 弟弟已经是成年了 会自己挣钱掩护自己了 我就没必要像个老妈子一样 去宠溺他 不过 丈夫生气归生气 却没有隔夜愁的 而且他在姐夫这个位置上 也坐得很到位 托关系帮弟弟找了个好工作 后来弟弟买车 也是走了丈夫的关系 便宜了不少钱 再后来 弟媳也被丈夫安排去了某药企上班 弟弟结婚多年 一直没要着孩子 一开始我们以为是弟媳的原因 后来发现是弟弟身体不好 我这个做姐姐就着急坏了 带着弟弟跑了好多医院 最后在去年终于让弟媳怀上了 当时我和二妹都高兴坏了 就像当初母亲坏了弟弟时一样 有期待又高兴 那时候我也退休下来了 三天两头就炖补品给弟媳吃 后来八个月的时候 弟媳可能肥胖的原因 肚子特别大 不好自理就回了娘家养胎 我以为弟媳会在她的娘家 生娃和作业 而且我们家也没有父母了 生了娃也是弟媳的娘家人带的 谁知今年年初 弟媳在足月前 要我和丈夫开车 把她接到城里这边住院生产 没有意外地生下一个男娃后 我们一大家子也高兴得不得了 但是谈到弟媳坐月子这件事 弟媳的母亲就表示为难 因为弟媳娘家也还有弟弟妹妹的孩子 要她母亲带 所以没法伺候弟媳太久 弟媳出院了 她母亲就要回家 原本我是想让弟媳也跟着回娘家去的 结果弟媳偏要留在城里 而住在那小套间里 谁照顾啊 弟弟又要上班 而且是上夜班 请月嫂又贵得要死 家里也住不下 最后弟弟就说要弟媳来我家做月子 我一下子感觉有点为难 因为说这件事时 丈夫就在我旁边 听到弟弟这么说 丈夫就一直在愁我的手 意思是叫我不要答应 确实是有点不便 我丈夫怕吵 过去操心儿子读书 夜夜陪读已经让她怕了 如今又要来个孕妇 和刚出生的婴儿 肯定会让她受不了 看到弟弟那边也很困难 我也不忍心 再说了坐月子这件事 原本就是要婆家人伺候 如今家里父母没了 长姐如母 我作为大姐 理应帮忙撑起这个担子 后来 我不顾丈夫的反对 把弟媳接到了家里坐月子 丈夫有点生气 但也拿我没办法 只好接受 弟媳来家里坐月头几天 还挺个乖乖女的 会听我话 怎么喂孩子 打理孩子 我伺候起他们母子俩 也比较轻松 晚上轮流起来 也有觉睡 可两三天一过 弟媳就不拿自己当外人了 什么事都使唤我做 孩子都不搭理了 只要孩子一哭 就叫我去哄 孩子拉了 尿了也不处理 就只会叫人 而他呢 就躺在床上玩手机 刷短视频 还各种买买买 要我帮他取快递 更荒唐的是 天天给他做下奶的大补汤 他也不怎么吃 说什么他已经很胖了 再补下去 就真的成肥婆 没脸见人了 这就让我又气又无奈 每天哄完小孩 又要哄着弟媳 有时候真是拿弟媳没办法 我就会投诉到弟弟那边去 希望弟弟能帮忙解决下 谁知一两次还要 打多了几次后 弟弟反而跟我生起起来 说我对弟媳不够好 没拿弟媳当自家人 这就让我双重受气 更气的是弟媳来坐月时 弟弟就给了我一千元 过来人都知道 坐月子什么都要买 护理店 尿布湿 挤奶器 小孩子衣服 洗护用品等等 每几天这一千元就用完了 然后每天又要给弟媳做营养餐 而弟媳呢 每天又嚷嚷吃外面 尖尖眨眨的东西 说什么怀孕时不能吃 如今孩子生了 他一定要解馋 就这样 偶尔又要给他点外卖 哗啦啦的才两个星期 就花了三千多 这超出这么多钱 我也不敢跟弟媳药 就硬着头皮 很委婉地跟弟弟提了下 谁知弟弟却不相信 花了这么多钱 还说我是不是坑了他 后来就意思意思地 转了八百元给我 就没生了 这让我心很不甘 我是条件不错 但我退休了 退休金才三千多 丈夫工资高 可她也要负担小孩读书 和公婆的生活 所以 我这么一直出力又倒贴钱 真的会让我承受不住 弟媳来了后 丈夫也跟着没睡过好觉 虽然我们分房睡 但刚出生的小孩 一天到晚哭闹个不停 而且那哭声又大 睡眠敏感的丈夫 即使关着门窗 都能听到 甚至还让他有了一种错觉 孩子没哭 他都觉得耳朵里有声音 除此之外 因为我要伺候弟媳和孩子 家里的事几乎都没怎么打理 甚至还需要丈夫帮忙买菜做饭那些 每天上了一天班的他 还要回来做家务做饭菜 也是受不了 常常跟我抱怨说 他被我弟媳和小孩的事 闹得头疼心又乱 我知道丈夫平时是有点心脏问题的 但没想到弟媳来了后会加重 看到自己不停为弟弟弟媳出钱出力 可他们却觉得理所应当的样子 再看看丈夫因为弟媳和孩子 搞得心脏病都要来了 我就后悔了 感觉自己帮弟弟是真的帮得太过了 虽然说父母不在了长姐如母 但我也还有我的家庭要负担 我不能抛开家人的感受 一味去为弟弟付出 弟媳来我家的第十八天 我就受不了 打电话叫弟媳把弟媳接回去 电话里我很直接 没多说几句屁话 也许弟弟是感受到了我的态度 怕我以后不给他租房子了 下午就屁颠屁颠带弟媳回去了 说真的 如果再让弟媳和孩子住下去 我家恐怕就要人才两空了 因为他们母子俩 不停地花我家的钱 而我们一家又还被折腾得睡不好觉 过不上正常的日子 丈夫更是心脏病都要逼出来了 想想这些麻烦和后果 我真的后悔死了 你们说该怎么办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同时也不要忘了点赞订阅关注我 请不吝点赞订阅关注我